心动的信号5播到第七期 谁是本季大女主的名底终于揭晓 她就是中途入场的女寺金家月 也正是因为金家月的到来 让后续的剧情更加跌宕起伏相当精彩 先来回顾一下心动小屋 嘉宾们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预言CP张根源和李涅双语 自从贡献了炼宗约会天花板后 两人回到心动小屋开始持续上分 暧昧关系已经升级为半共开始情侣关系 张根源每天基本上是最晚回到小屋的男生 这次进屋恰逢大家都在吃饭 她跑去洗水果 李涅双语当着众嘉宾对她喊话 干嘛呢 还不先过来吃饭 张根源立马乖乖地坐到李涅双语的身边 李涅双语则不停地给她递菜 饭后两个人依然没有停止互动 在众人面前肆无忌惮地打琴骂俏 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预言CP无视众人感受疯狂撒糖 甜蜜的气氛早已弥漫整个小屋 雪球CP 薛哲阳和王秋怡总是按戳戳地玩着各种暧昧 科学家能凭到他们的糖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关系明朗之前 王秋怡经历了一波挫折 她感受到了薛哲阳摇摆的心 薛哲阳并没有从一而终地对自己坚定 特别是跟李念双玉约会后 薛哲阳的心思就全在李念双玉身上了 难得的是王秋怡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 依旧对薛哲阳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 而且在处理三人关系中表现得大方又冷静 李念双玉同样看出了薛哲阳不坚定的内心 而且也发现两人在相处中始终无法同频 于是她果断地选择了能给自己带来轻松快乐的张根源 薛哲阳感觉到李念双玉在疏远自己后 这才回头关注到一直对自己释放信号的王秋怡 所以雪球心批并不被看好 许多人认为王秋怡值得被偏爱 而不是像薛哲阳这样把她当对胎 当然吐槽归吐槽薛哲阳自从认定王秋怡后 倒是表现得相当果决 尤其是最新一期节目中 这种嘉宾都在聊天时 她特意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 等着王秋怡下班回来 王秋怡推门看到薛哲阳的那一刻 俩人对视的眼神已经拉丝甜到眩晕 在此之前的薛哲阳无论是 面对李念双玉还是王秋怡 都是相对被动的不善于表达 此番能够如此主动也为自己圈了一波好感 自此雪球CP的关系也已进入佳境 与四金佳月要是放在首发登场 估计能让心动小屋的五位男嘉宾争得头破血流 幸好她中途入场的时候 张根源和薛哲阳都已经有了新一女嘉宾 所以只迷到了跟她一样后来的 男嘉宾孙兴和陈宗伦并不意外 只是想不到的是 一直对李婉欠情有独钟的顾浩然 也对她怦然心动 以至于面对他们时变得犹豫不决 摇摆不定 令人大为惊啊 也正因如此 金佳月一跃成为心动小屋耀眼的明星 三位男嘉宾都向她发起了攻势 但凡有金佳月在的场景都是修罗场 三位男嘉宾的视线一直围绕在她身上 郭浩然甚至为了接近金佳月 导致跟李婉欠的关系一直处于冷战中 金佳月说早起想喝豆浆 郭浩然和孙兴就争着早起给她准备 偏偏一切都在李婉欠眼皮底下发声 场面足够抓码 孙兴有限被邀请拥有了跟金佳月第一次约会 她认为凭借自己的厨艺及海洋馆 的浪漫之旅可以收获金佳月的唤醒 而且在小屋内屡屡主动示好 只有不善于表达情感的陈宗伦在默默地等待时机 最新的预告片中 陈宗伦终于等来了跟金佳月单独的约会 陈宗伦为了这次游乐场之约做了精心准备 让金佳月看到她不同常人的细心和幽默 雅人的关系逐渐升温 这也是金佳月和三位男嘉宾 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最终谁能获得金佳月的 青睐还需进观后续剧情发展 总而言之在《炼宗》节目里 真诚才是收获爱情的必杀季 只要他们坦诚相待 向对方传达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就算在节目中无奈落单依然会获得掌声 珍贵的友情以及网友的鼓励与支持 感谢